开11枪就是一个预谋性杀人 有人过来讲说 到底是仇杀还是财杀 这就是灭口家 政治惩治叛徒啦 啊另外就是政治灭口啦 因为这个案子说实话嘛 不难抓嘛 为什么不难抓 因为照监制器来看 这个枪手在门前已经 游离了一阵勘察地形 然后等待他清晨5点多 要去爬山的时候一出来 把他给杀了 而且想想看哦 一个人敢拿一把枪 打11枪 而且当林世杰重枪倒地的时候 他还近距离把他进行枪权 这个很明显的职业枪手啊 然后做完以后 非常从容逃逸 但是其实这个案子 为什么我说不难破 第一个 他现场除了枪壳以外 他还有烟蒂啊 指纹啊 有指纹就可以验出来是谁啊 烟蒂也可以验DNA啦 啊当然啊 没错啊 啊第二个有车啊 有那辆黄色的车啊 车追人 以枪追人 以烟蒂追人 如果这个案子最后变成悬案 没有破 但是声明我讲的 今天在这里讲的是对的